欢迎来到深入阅读说书会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本书叫做原来问题在这里 这是一本日文翻译书作者叫做远藤工 他是找稻田大学研究所的教授 也从事经营顾问相关的工作 作者曾经写过另外一本畅销书叫做现场力 或许有人有听过 我们今天这本书的主题是能界化 就是这本现场力的核心概念 为什么会有这本书的产生呢 因为远藤工他在各大场合演讲的时候 很常听到企业说 说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公司已经重新开始展开全面的业务改革了 过去虽然曾经多次的尝试过 但是很可惜都没有办法观测到底 或者是也有人会说 我们现场的支撑力的基本思想过于薄弱 那没有公司的风格那他们现在正在重新确认什么是他们自己的核心价值 但是远藤工听了他们详细的改革内容之后觉得很可惜的是他们大部分都是指于做表面功夫 就例如说他们把业绩就是做成数值或是做成计划的图表 那把它贴在公告栏上他们以为这样子就叫能建化 但是其实作者不这么认为 所以让他就是产生了要写这本书的动机 因为他说能建化既然是现场力的核心概念 那如果他将能建化这个概念加以整理系统化之后 势必就能更强化现场力 所以这就是这一本书就是被写出来的一个动机 那什么叫做能建化呢 也有人把它叫做在可视化或者是说叫眼睛做管理 那总而来说就是企图让看得见企业活动各种情况 各种情况的意思 然后看清楚事情的真相不去扭曲或隐藏任何异常 面对问题的时候才能顺利的解决 就是这本书大概作者想要跟我们分享的 那在说能建化之前呢 因为刚刚提到了嘛 能建化就是现场力的核心价值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请孟年凯来跟我们说 简略叙述一下什么叫做现场力 现场力是一个很大的概念 一般企业界一定是最上面有一个愿景 然后往下推下来我们公司的执行策略是什么 然后再往下推我们现在要做什么事 那现场力呢就是要让现场人员要有一个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 幻言之自主两个字很重要 解决问题很重要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这句话再拆开来 很多公司呢现场人员并没有自主性 他要承报给上面的人 上面的允许他他才能做 如果在能建工里面来看 这个就不叫做现场力 要让现场人员有自主解决问题能力 那解决问题 有时候现场人员不见得知道这个问题 他真的是一个问题 可能别人看他是问题 他觉得这还好吧 这小事啊 这没什么 那小事有可能就变大事 所以能建工他希望我们能够在现场 让所有的东西 等一下会戏来什么样的东西 把它能建化 让现场人员可以立刻看到问题 然后他可以主动去解决问题 而且我也有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权利或权限 这就是能建工他要标榜的一个所谓的能建化的概念 感谢Monica帮我们大致说一下现场力是什么 那接下来就要进入我们这本书的主题 就是围绕着能建化再打转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我们再一起来讨论 看 rumor 太炜了 点 哦